四月二十六日 赵本山亮相于第十九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闭幕式继颁奖典礼 当晚因身体不适而缺席龙年春晚的赵老师 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身体情况 并且表达了自己对文章黄渤等演艺界后起之秀的喜爱 我过完年一直是休息的 一直休息 现在状态调整过来了 我挺我非常喜欢他 就是我其实也是他们的粉丝 我喜欢看他们的作品 我没看这个电影 其他作品我看过 文章的其他作品我看过 还有黄渤 包括他们这些年轻后上的 在娱乐圈中威望颇高 拥有马大帅及乡村爱情系列等 电视剧作品的赵本山老师千许的表示 自己在电影上还是个外行 目前还不具备独立投资拍电影的条件 并透露《乡村爱情6》计划将于今年开拍 相比于《乡村爱情》的前几部来讲 这一部会更加成熟 我在电影上还是个外行 真的 我过去想过 在电影火爆的时候想过 我能不能独立的投资去拍一部电影 我觉得目前我的条件还不具备 所以说我还是拍我的农村的电视剧 这比较把握性比较大 今年还拍《乡村爱情6》 这个《乡村爱情6》 这个基本上会比前面一部都能成熟一些 《乡村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